好处到底所谓的中港台证券共同市场 到底好在哪里 第一个台股的资金就会变很多 就是那边的资金如果过来 当然我们资金就是会注入很大的一股活水 对于强化资本市场 台湾来讲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呢就是潜在的资金呢 也可以对台股注入活水 还有会扩大 这个是薛奇讲的 不过我不是很能理解说 为什么开放证券市场呢 对于台湾的扩大内需有帮助 对于台湾的养老金贴 或是国民健康保险有帮助 不过我在猜想 他可能是讲说这个证交税 可以多收一点 那税收多了 大概台湾的社会福利可以多做一点 然后台湾经济变好了之类的 也许是这样的说法 否则这个证券跟那个所谓的健保 应该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 坏处有什么呢 可能会操控台股 然后呢也会增加市场的波动 跟系统性的风险 不过刚刚英老师谈得很清楚 就是说台湾现在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 其实很多都是外国的技术 而不是台湾自己的技术 而且相当程度 他们都已经是算外资 而不是台湾的企业 然后另外呢 也可能会破坏台湾的金融支柱 这当然指的说 也许有一些大陆的股票 这些企业 他财报很不是真实的 做假账 然后骗我们去买 结果呢 搞到这边 也可以在我们这边上市 就买了之后 莫名其妙倒了 这个怎么办 然后台湾的金管会 是不是能够管到 大陆的这些企业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说呢 这些中资可能会掌控台资的这些企业 影响台湾竞争力 或者是资讯不对称 台湾现在财报很公开 可是中国大陆那边 还不是那么公开 所以这个资讯不对称的问题 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说政治的因素 大家可能还是很关心 就是说 会不会要到选举了 他就故意用这些资金的流动 来去掌握台湾股市的一些破洞 再请教燕丽说 到底哪些好哪些坏之前 我们也请教观众朋友 你自己怎么看 如果说两岸资金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 第二部曲 其实都已经有眉目 都正在进行 第三部曲就是两岸之间的 共同证券市场呢 马上就要建构 对台湾到底是好是坏 我们先欢迎新竹的范先生 你好 范先生 是主持人你好 喂 请说 各位讲的都非常好 其实大家都知道 政经政经经济发达 他最基本知道就是政治要亲民 而政党就是政治不亲民最大的原因 尤其是国民党 所以不论是MOUFDA ECFA 只要是未经台湾全力人民公投同意的 大家都要强力杯葛他 好谢谢 彰化的黄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江郝 我说这个都是在炒题材啦 股票不能没有题材 所以说我跟你讲这个三部曲 他可能要拖到明年 那个四年后总统大选 他才会实现 政治和经济永远就分不清 他就是最好是用经济 用政治来抓经济 就是筹码 所以我跟各位讲 现在已经6000点 千万不要买股票 你等到4600再来就好了 是是 这个都是炒题材而已啦 好 题材插刷就是赌了 刚好 黄先生 不过我们绝对不会建议任何的投资者 什么时候要买 什么时候要卖 要买什么 要卖什么 然后我们谈的还是整个台湾经济的 未来的整个大趋势 台中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 各位好 我是算是一个金融市场的学徒 那我觉得大家都 都认为说政策应该要做多 可是大家忘记了 其实市场一直是在多空循环的 大家把政策上的力量 完全往多的一边看 好像一个太极的图形 大家只看到白的那一边 大家忘了黑的那一边 那事实上市场循环一定是 你基本假设逢低买 逢高一定要卖出 那市场把它做高之后 你逢高卖出的那又卖给谁了呢 所以市场一定会有很多不幸的人会逢高买进 那大家忘记了这一边 市场这样的循环一定会有人受伤的 那政策方面只专心的在做多 用人为干预的力量去破坏市场自然的循环 但是真正买在高点的人都是 算是这个政策之下的牺牲者 那大家要怎么样看待这些被套牢在上面的人呢 好谢谢台北汽先生你好 你好谢谢 以前那个说投资的那个股民 都说有三成赚钱 然后七六成赔钱 然后一成不赚不赔 那现在的股民他的收支 他的利润是不是跟以前还是一样 那另外那个外资热钱 那短期炒作是不是鼓励 还是希望鼓励外资长期持有 那一个说税收的差别 是不是可以做到那个 他鼓励或者是不鼓励或者是支持 这种让外资 就是比较倾向 不要热钱这样的流进 好谢谢 是是好我先请教一下燕丽 刚刚谢先生谈到一个东西 我觉得可以衍生出来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说如果说两岸之间的证券 可以相互自由的买卖的话 到底钱是中国那边进来多 还是台湾流出去多 我觉得这个问题坦白说 我觉得蛮难回答 就说当然刚刚蓝老师已经有 有给我们一些数据说 以目前中国股市还有香港股市 他每天的平均的成交量3000多亿 相较于台北股市平均成交量 就最近比较热才有一千多亿 相较起来他们量确实是比较大的 那至于如果两岸的这样子证券平台建立之后 到底是他们流进来的钱比较多 还是我们流出去的钱比较多 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市场的前景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大家对中国经济非常有信心 也觉得说中国股市还有有机可图 就是有钱可以赚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钱会过去的比较多 那如果说今天全世界人 包括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民觉得说 台股的一些企业 它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 然后它的这个企业 就是透明度财报非常 透明度很高 他们还是愿意投资台股的话 我相信他们愿意流进来的钱 也有可能也有机会是比较多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归到 刚刚我其实有跟信聪提到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这样子一个两岸平台建立之后 刚信聪那个首板有举几个坏处 那我个人觉得比较有可能发生的 还是那个资讯透明度不对等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你会影响到这个投资策略 还有影响到股民的获利 那我举一个例子 因为这几天有一个很热的影剧新闻 就是林志明要结婚 然后大家就去问 大家就去问林志明的哥哥说 林志明真的要结婚吗 因为这个是大陆媒体放出来的消息 结果林志明的哥哥很妙 他就举了一个那个大陆广为流传的笑话 只有农药是真的 对他说大家不知道吗 在大陆只有这个农药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那其实他这个虽然是笑话 那多多少少反映了大陆社会 目前的一个现状 那事实上我有个朋友 他其实在券商服务 那他多年是待在这个中国大陆 他大概两年多前 他跟我讲过一个也是笑话 让大家当作参考 就是他说有一天 这个某一家这个钢铁厂商 股价涨停板 那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看起来没有什么利多 然后原来大家去查原因 发现说原来是有一份报告 估他的EPS是比大家想象中 跟预期中的还要高 所以他当天就涨停 然后当下所有的研究员就开始去研究说 这家公司的这个EPS真的有那么高吗 后来发现其实并没有 原来只是那一家出报告的研究员 他把EPS算错了 那只是因为他算错 所以就导致他的这个股价当天涨停板 所以我会觉得说 当然就是说 如果两岸的证券 确实可以互相挂拍 然后有一些标的 可以让大家多一些选择 让大家多一些赚钱的机会 我个人是乐见其成 我也觉得这样子是 但也可能多一些被骗的机会 可是我真的要吐泥草了 在没有现在都还没有开入 台湾可以自由去买卖中国股票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被骗 刚刚谢先生讲说 只有三成赚钱 六成是赔钱 一成是不赚不赔 你不管说吃凤梨罐头或什么的 其实所谓的企业 这些在炒作自己的股票 放假消息什么什么 也都是很多嘛 就是说股民被骗的很多 这个问题真的会因为开放大陆的股票 而急剧的恶化吗